在香港這陣子的內市大家都很關注 尤其是政府12年來首次不是一個住宅地 是不是跟地產商打氣呢? 其實是在鬥的 因為地產那邊一直都很不滿那些辣椒的 那就是要政府設立 就是吵了很久了 吵來吵去你都不設立 現在的樓價倒了兩成 就是很明顯是熊市 熊市他都不設立 就是你也看到大陸那邊 都是那個樓市的政策開始鬆章 就看到你在香港那邊人不跟 就覺得你香港政府政治不正確 就變成一路有些這方面的角力 但是說回來 就算你切了辣也好 切了它也好 就是舊市這樣說好沒有 就是我相信那個樓價的方向都不會有很大改變 都是差不多這樣向下 因為現在你大陸都是這樣向下 大陸都不是說不夠市 現在都叫做一些動作夠了 但是實際上都夠都沒有用 那你香港一樣 就是其實你始終有週期的嘛 升了這麼久 你沙士03年升了早幾年 早兩年 早三年 你升了整整十八 十七八年 就是你這麼長時間的升市 其實已經是一個典型的牛熊週期長了 說真的 以前來說沒有那麼長 以前十六七年已經一個升市 現在你現在只是升了十七八 那你這樣說 我又 我不認為 就是政府那個那個 那個辣不辣有多大影響 最多你說影響的交投 所以實際上那些發展商都看到那個局是爛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經濟就一定縮的了 就是整體的投資都會縮的了 那大家那些樓賣不去就不投地了 就是其實你可以說有鬥氣的成份 但是假使不是鬥氣的 會不會賣得出呢 我都有些懷疑的 都可能是賣不出的 嗯 那有些說呢 其實發展商自己手上還有很多地 都不怕你不賣地 現在他可能有些不要的 還給政府 就是你拿著什麼地呢 有時候你拿著地 如果改變不了用途的 就是他有很多等改的 那你現在你不知道改什麼 就是曾幾何時 早幾年都說過 又說香港又不夠酒店 又不夠這又不夠那樣 一個COVID就打死了所有東西 那些酒店都可以收檔 就不用做 就是你現在疫情過了之後 就是你有多少旅客回來 你有多少辦公室的需求 因為疫情還改變了那個 從家的生態 外資撤走 就是這些是之前沒有想過的東西 那你現在你之前那些規劃 重新評估過 究竟要住宅是要多少 商用多少 零售多少 就是這個比例 現在你可能再說 有時候他在那塊地之前 他提供了那個用途 他不是說改只改了 或者政府不肯改 又要補價 很多東西 你變成在這個位置 就算拿著地也好 他未必用到 第二就是拿著地 他想不想蓋 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的供應其實都多的 你接下來的一兩年 那個落成的供應 看得到那條數也有多少 那你現在你新來的那些香港人是不是跟你買樓呢 還是是學生來的 打算來租的 就是你現在都不知道 所以就是這樣就 我想他的取態是審慎一些 就是 就是 撐還撐 撐著地 如果你的成本不是太貴 他沒有所謂 但是你說如果 你立即夾他起 起了立即夾他賣的 就好像以前那個說法 不准囤積居棋 那他就會再思考了 我相信 嗯 之前那個北區都會區已經是這樣的了 那有些攻擊可能是明日大雨 所以是另一個強力的戰場 這些事情呢 從那些發展商看來 就是今時今日那個環境 香港的環境已經不是以前那樣 就是你還大陣仗那樣 搞一個南一個北 其實 搞完出來 你這麼多攻擊 真是有段時間的 可能 那所以你看到就 現在整件事呢 我想政府都知道的 之前很大起工 車天車地 那你說完之後呢 就是 拓拉拉那件事是縮了水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最新的 他填的那個交易周 就是跟他最初的版本都差很遠 你已經做了那個啟德 不是做了一堆東西嗎 他現在那個啟德 其實他很多發展的東西都縮了水的 那些規模的 一些交通運輸的 那些都差了很多 就算你北邊也是的 北邊那時候 你初初畫了一大堆 半個新界被畫了出來 實際上你現在看一張地圖 他打算做事 只有雞水這麼多位 真的只有沙嶺 古洞北那堆 那堆這麼多東西 就是那堆東西 其實你隨便 你做什麼都好 都沒有人去的 所以 如果你搞這些東西 就變了是 有一個八萬五番板 搞搞一下都是不知所謂 然後無疾而終 其實很多這些政府打造的東西 都是衰收尾的 就是我們這二十幾年都見了多 我相信今次這個都不會例外 那現在他的財情擴大 接下來他的預算 都說可能會增加一些公眾服務費 甚至可能會加稅 你怎麼看呢 那些服務費就不收得很多 因為那些不是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 如果你看過政府盆帳 你就知道他的主要的收入來源不是這裡 他主要的收入來源 主要就是土地的收入 土地你賣少幾幅都差很遠 那你賣少一幅 你收多少這樣的收費才收得回來 你就知道 那 另一 兩大來源就是 那些所謂常規的企業交的稅 和一般打工仔交的稅 就是所謂尼得稅 但是這兩塊東西其實又不是太道理控制的 說真的 你經濟好些就多人交 經濟一差 大家都沒什麼生意 或者人工都不多的時候就很難交得多 這個政府很難控制 他唯一改到的就是那個免稅額 或者一個稅界 究竟是不是要很多人都要交稅 那他遲些可能會動這塊 我猜他 那開支就是主要公務員 但是如果你主要公務員動開支 很明顯就是 特首第一要帶頭減薪 就是你叫他做他不肯 那當然如果共產黨出手的話就難說 如果共產黨還沒出手的時候 那你叫他自己減自己他不會減的 就是人工那裡是很大比例 你見到使用了一個相當厲害的比例 其實有很多公務員也是一樣 用不用這麼多公務員 你看到公務員 你見到公務員 你現在有什麼給你做呢 說真的 以前早一兩屆兩三屆那些政府 其實是縮減公務員編制 那時候是在說咳人 那你現在今時今日 說真的很多事情都已經死氣沉沉 都不是太需要政府插手的時候 其實我看不到很多空間需要這麼多人 你整整一下其實 其實當大陸的債務危機爆到某個地步 其實都會迫你香港去減人 減人 減人工 尤其是政府大頭 這個應該都不會很遠 我相信 那有些經濟學家來覺得 如果你加稅會對經濟不利 什麼所謂的烈水行舟 你怎麼看 加稅就 如果看你加得多的話 都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不是說你 政府盤漲變紅 然後我加稅就可以了 你加稅就是需求減的 那你變成價貴了 量減 價升了 量跌了 那你其實一上一下 就扯運 可能沒有債 所以加稅又沒有幫助 都是成問題 就是你當然 如果你中間做了這件事 你政府沒有債的 你沒有改善你的健康情況 但是同時間你的經濟的量減了 你的經濟會收縮 所以這裡要想的 不是說隨便加 現在環球的經濟 這個預測都是下滑 都說 接下來三、九年都是不樂觀 那現在它搞什麼 日夜繽紛 還可不可以搞下去 你可以搞 但是 以我所觀察 就 一美人多 那些人真的去打卡 每個人都在街上走著走著 就是這樣 是沒有什麼經濟活動的 就是我們 比如坐在餐廳吃餐好一點 幾千元的 那這些都是條數 你在街上去掃 你掃到多少錢 我看不到你掃到幾千元出來 所以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是 我想你 kickstart 去搞旺場的第一步 這個可以 但是你說這些人出來了 其實用不用錢 你都要看看荷包的能力 荷包沒有能力的話 都是浪費 所以我看 你可以是第一步 但是你跟著來 你還要有辦法 一路路路路路路路 有東西出才行 如果你說 一路 只要夜賓分 各處夜賓分 十八個月夜賓分 全香港各條街道都夜賓分 我覺得沒有位 那現在香港的經濟 預測都不好 香港的影響會怎樣 沒有 就是跟著衰退 這個都是如阻 香港現在暫時說 經濟的週期都是跟外圍 那你外圍向下 香港都照跟 今年其實步入衰退的機會 都是大的 還有等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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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